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只买 一只放着不要卖 然后每年领股息是很多人对于存股一般的理解 但其实真正高阶的存股 并不是要一只买着放着而完全不卖 真正聪明的存股族是使用波段的方式来操作 除了可以领取股息 同时还有机会可以赚到价差 两头赚才是真正存股的王道 今天节目很荣幸邀请到专职投资人陈乔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如何利用波段存股 达到存股股息跟价差两头赚的目标 那波段存股的选股原则又是什么呢 欢迎今天来宾乔宏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乔宏 老师啊 想要请问一个 就是你一开始做存股投资的时候 那就是采用波段存股嘛 那台股现在已经2万多点了 今天已经冲到2万0800点了 那你的存股都还是一直持续吗 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只卖不买了 其实一开始我投资策略 其实不是以存股为目标 就是以短线操作为主这样 那因为后来遇到2008年金融风暴嘛 所以就惨赔很多 然后才慢慢看书 然后从中修正自己的投资策略这样子 然后后来从2009年开始 我几乎持股大概都八到九成以上 都是压在股市里面 我其实不是那种会进进出出的人 我就是一直一直存 长期持有 对长期持有 而且我都我几乎都快接近满仓的部位这样 那经过这四几年来 我觉得报酬率其实也很不错这样 那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刚刚主持人说 那现在股市已经来到2万多点 那这个点的话基本上还是继续存吗 是啊就还是这样继续存 那我觉得其实主要 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就是存股 其实不是一直存 就是说它其实是 我是存成长股为主 那好的公司当然就是一直虚报 可是如果当它的前景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比方说它获利开始衰退 或者说它的 涨广不如预期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要 就要做一个换股操作的动作这样 那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点 不是存一档股票到天荒地老 而说你要设法让自己就是 长期留在市场中 对这是我这几年的心得 长期留在市场中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这一档股票已经到达我的阶段目标了 我就把它换成别档股票继续买 对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去看过去 股市长期历史来看的话 比方说我们小售的时候其实金融股息很夯嘛 就是那个时候都涨了一千多块 你看美国股市也是啊 那个时候像科大或者像是一些工业股那时候其实很夯 可是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没有一档股票 它你可以吃有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其实景气的变化其实很快 对可是市场如果是对的 比方趋势向上的情况下 比方说像美股或台股 趋势向上你就要留在这个市场里面 可是你不是死包一档股票就是存到天荒地老 而说你就吃它就是最甜的时候 但如果它的趋势反准的时候 该卖还是要买这样对 OK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有在开始出托股票了吗 因为已经来到我今天 因为我们先录影的当下其实台积电会大涨嘛 所以其实指数已经来到大概两万五千点 这个他其实 两万对不起两万零五百点 那基本上这个指数不能算低啦 因为像这种多头涨势 我们是不太能够完全掌握到它反转的时候 但是它其实随时有可能有修正的可能性 这个必须是要提醒观众这样 那比方像这个时候 那我就会比方说有些股票 我觉得它已经涨多了 我来到我们等一下可能会介绍的就是 算股公式的PEG 它可能已经有点高估了 或接近高估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获利了解的动作 然后再把一些 资金转到相对机器比较低的股票这样子 因为我是主动投资人嘛 那我存在这个市场 我主要的理由就是我要打败大盘 就是我要报酬率要比大盘还要好 不然我就买0050就可以了嘛 我就贴近跟大盘贴近大盘的绩效 也不用看盘 那既然你要主动投资人 那就是你绩效要好嘛 就是你绩效要拿得出来这样子 那刚刚你讲的比方说像是金融股 很多台湾的投资人其实很喜欢纯金融股 其实也没有不好 但长期来看金融股的绩效 其实它就是落后大盘 就是百分之六十七十的金融股 其实都是落后大盘的 那大家会有个迷思就是说 那反正我只要可以固定领席就好了 反正我就可以温温领席嘛 可是它比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就是说 你在跟它打架比喻来讲 比如说那左手比较有点像是 就是资本利得啊 就是会涨这样 那右手比较像是鼓励啊 你只有一只手跟别人打啊 就是只赚鼓励的话 那相对你的不能说不好 就是说相对你长期来看 你的资产的累积的速度 就是会变比较慢 就是总报酬率会其实比较低 对你的重点是看总报酬率 对然后呢那总报酬率 它可以借由价差 可以借由那个配息 两边一起达到 那如果说它的呃 就是成长性没有这么好的话 你可能会稍微看重 希望它配多一点 对因为这样的话 等于是左拳右拳都也蛮均衡的 对那如果说它的成长性很好 非常好 就像台积电这么好 对那你可以牺牲一点 它的配息 没有错没有错 OK了解 对非常正确 对那你一般 呃持有的周期大概是多久 嗯 我的策略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 它是受彼得邻居的影响 它其实有 别人就有 有一套书在台湾有卖 就是有三本嘛 就是征服股海 全股战略它就好像叫学宜自用吧 这三本其实很棒 就是如果对成长股有兴趣的投资人 我觉得你可以找来看一下 那它里面其实在书中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它觉得持有成长股 最好的周期大概在三年 啊我用在我成长 我觉得其实也是也符合 台股也适用 对比方说我之前买像是 卢虹啦 好像美迪达 丰太或包亚 或者它现盘都是大概持有两到三年 它的成果其实最甜美这样 但也有些例外 比方说像信邦可能就持有七年嘛 啊台积电我现在持有四年 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讲的话就是 我自己在买股票的成长股 我大概会先就会抓一年 就是我买进去我会等一年 就是买进去我只要它的获利 跟它的营收都符合我的预期 那即便股价没有涨 我还是会等它发酵 对 OK所以说你等于是 这一年是你的观察期 就看它有没有一个表现 对对啊 当然过程中 如果是它的获利衰退 或者是营收衰退 那当然我们就要做一些 处置的动作这样子 对 老师那请问一下 就是你讲说你都是纯成长股 那成长股的选股逻辑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嗯 这个是成长股的六大核心法则 就是我去归说 过去涨一倍以上的股票 那我发现说 它其实都有一些特点 那我觉得其实主要是这六个 就是说 近五年的营收正成长 那近五年的就是税后净利 正成长 那ROE就是巴菲特在乎的嘛 股东协定保守率在15%以上 每一年都要15%以上 过去三年 过去三年 或者过去五年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趋势 这样子 它可能就比较12%啦 然后13% 15% 18%这个趋势这样 那毛利率也是一样跟ROE的逻辑是一样 就是毛利率是稳定向上这样去成长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就是近五年的现金股利是正成长 配少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看出它有一个明显的成长趋势 比方刚刚讲的 像是信邦或者台积电或者是乌鸿 他们在股价上涨的那一段 其实现金股利每年都配的比年更好 就是持续在向上这样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 就是说这个都是过去嘛 我没办法知道说它能不能 未来能不能延续 所以比方说我今年已经来到 4月了嘛 已经公布前三个月的营收 那今年的以来的营收要维持一个正成长这样 那我个人也要求是至少要有双微数的成长 与跟去年同期比的话 OK老师那你这边跟我们讲了几个法则嘛 那以现阶段的台股来说 有哪些是符合你这个条件的股票呢 好这个就是2024年的就成长股名单这样 那我觉得基本上这 这几档其实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那比方说像是中飞 中飞基本上去年在赚大概8.3元 那你上次就推荐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目前股价来到135了嘛 那本益比大概在16倍 那今次就大概在4.6元 中期年当然我觉得它相对比较长比较多啦 那拉回也可以注意这样 目前来到大概182块 那这我在节目上之前讲过很多次 那去年因为它其实是因为 云包甲车的关系 所以它的EPS比较差 所以本益比看起来比较高 那近年大概市场估它大概赚8块嘛 8块8块多这样 所以20几倍相对是在合理 然后稍微有点高估这样 那当然拉回就可以稍微可以注意这样 那台积的那五庸之一就是 就台股台湾现在最 最强是最强的公司嘛 那 现在股价今天竟然来到800多块了 那本益比大概就是在25倍左右这样 那趋势向上但是殖率相对就已经比较低了这样 那宏玄就是非常非常稳 那它就是做那个瓶盖的 宝兜比瓶盖的一个填充跟一条龙的生产这样 那去年大概赚8块6啦 那今年大概 大家很多人估它赚9块9块多 甚至比较乐观到10块这样 那北比大概只有16倍 相对是比较合理这样 那殖率率其实也不错 那这档我觉得相对是 就比方说可能 一个人要成长 然后又要有殖利率 那宏玄可能就是还不错的选择 那八关其实就是军工股这样 那去年大概赚7块5嘛 那今年可能可以到8块这样子 那北比大概在20倍以内 指令率的3.5 那这个我觉得也还不错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老师可是因为 这边有几档都已经涨很多了 对那如果说观众他会觉得 哇这个看起来 它是直线往上标的 这种都比较买不下去 那你可以再帮我们稍微筛选一下吗 稍微筛选一下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这个阶段 相对比较合理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是中飞跟红泉 还有八关 这个是我觉得相对涨的比较没有那么多的 那台积电跟中芯电 我觉得相对已经有点没有那么便宜 没有那么多地国 对对对对 OK所以说中飞红泉跟八关还是 现在的价位都还是算甜蜜价吗 对可以说是偏比较合理这样子 就除了刚刚讲的六个这个选成长股的方法以外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本益成长比的一个公式 然后这个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吗 可以啊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就是 我觉得选股票基本上我觉得这么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我觉得成长性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当你公司成长性很高的时候市场会愿意给你更高的本益比 而且你赚的越多你其实你预期未来的PayPal的现金估计其实也会越多 所以它其实是双重的威力这样 比方说我们有两家公司叫A公司叫B公司 这个公司比方说A公司它未来的五年它的获利成长性是5% 那B公司未来的五年上成长是20% 你看它EPS的变化其实就会非常非常多 比方说从一块钱开始 经过五年之后它的EPS会从一块钱成长到1.27元 可如果是20%成长性的时候 它EPS就会从本来的一块来到2.48元 那老师这边我打断你一下 就是未来五年平均成长 这个东西你要怎么知道 刚刚我们不是有讲过六大核心法则吗 我去看公司它过去的获利率是不是稳定 比方说过去五年的成长性可能有20或30 那我先知道说它过去是好同学 一个班上嘛 比方说你可以把股票市场当成一个班级 里面有好同学坏同学 那我们先找好同学 过去表现是好的 比方说台积电好同学 那先锁定它 那再来就是说去看公司对未来的展望 比方说刘德英卫泽家 他给你今年或明年或五年的营运的展望报告 你就会有一个底这样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去看 搜索一些比方说法人的研究报告 或者说去看观察年报 然后去了解未来的产业趋势 这样的话都会有助于你对未来的 整个公司的展望的预估会相对精准 所以说这个5%还是20% 这个其实就是要综合看好几个地方 才知道这个东西 是没有错 对对那 比方说你看A跟B好了 它赚一点七块嘛 它本来假设这两档股票的本一比都12倍 过了五年之后它的本一比 因为它EP是成长嘛 所以本一比如果股价没有涨 本一比就会往下 所以就会来到9.4倍 相对也是便宜啦 但是如果你是买这个B公司的话 它从一块钱来到2.48元 它的本一比就从12倍下去到4.8倍 可是不可能不可能会4.8倍啊 所以股价应该会涨更多 所以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涨 然后涨了以后它又会因为 市场愿意给它更高的估值 所以它的本一比可能就不是只有12倍 可能会来到18倍20倍 EPS涨涨就会这样双重的威力 所以它等于不是看一般的PE 而是看FORED PE 是 OK这样子去往回推 所以感觉好像现在它PE非常高 没有错 但其实是因为从之后的往回推 比方说像这一两年级会打嘛 Media其实涨很多 那因为它的成长性 可能每季每年都有50%100%的成长性 所以相对市场愿意给它很高的PE 去看它的未来性这样子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用PEG的公司来看 它其实公司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说本益比去出于就是 预估的一个税后经济成长率 就等于它的本益成长比就是PEG 就是PEG的公司 就是基本上很简单 假设有两间公司 A公司它的股价是100块嘛 EPS是5块 那本益比就是20倍 那假设它我们抓它就是 5%成长性嘛 所以20除以5 PEG就等于4.0 那B公司 一样就是100块 可是它EPS是10块 本益比是10倍 所以假设它成长性是20的话 我们就10嘛 除以20 等于它PEG是0.5 所以越低越好 对那 这个代表就是说 诶那怎么样判断说 诶PEG到底是怎么样算好 那这边就会跟大家讲说 诶 低于0.75 就是代表它股价其实是被低估 就是可以做买性动作 那在E上下的话 等于它股价是合理 就等于说你空手 空手者其实不买 你私众者不卖 那高于1.2代表说 你现在股价其实是被高股 就可以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 所以本益成长比低于0.75 它其实是布局的好事情 所以刚刚A跟B的话 那我们就选择买 因为它是0.5 对 所以说刚刚结合了 我们取个交集 就前面一开始先讲的是成长股的 的几个选股原则嘛 然后再加上我们把PEG的这个考量进去的话 有哪些股票是我们的名单呢 我觉得像是微创 像最近其实蛮火热的 因为其实它其实 大家都知道它是电子五哥嘛 那本来它其实就是做PC啦 或者是笔电的代工这样 那因为这几年就是切入伺服器 AI伺服器的关系 所以它股价其实飙涨 那它其实 就是以法人给的就是 研究报告来看 其实综合很多法人的研究报告来看 它今年应该是赚差不多在6块以上 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面应该可以赚大概7块8 6块到7块8这样子 去年赚4块嘛 所以它其实成长性其实 其实非常非常高 今年大概成长4成5成没有问题 面应该大概有2成 那我就会因为我们在估算这种估值的时候 我们都稍微给会打一下折扣 就是说因为你不能 因为你还是会留一些安全编辑 这样那假设我们预估说 未来这几年未来可能有25%的获利成长性来看的话 比方说我们看你现在的股价是 因为今天有跌下来嘛 大概是126块左右 那假设今年可以赚6块多 所以本益比较就是21倍 如果21倍去除以25%的成长性 所以它现在的PG大概在0.8到0.9之间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1以下是偏低 可是0.75以下是超便宜可以买 它等于在低估的合理到低估的范围之间 就是本来就有的继续爆 对对对对因为我买我是在 因为它去年是最多来到160几 后来下修到这里 大概在100以下这边买的 因为那时候我计算它其实PG来到就是0.75以下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开始做一些蛮新动作 这样子对对对对 好那下一档 下一档就是联合 它是做骨壳的 那我观察到它是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嘛 最近膝盖有点会痛我就去看 它就说我膝盖可能有点老化这样子 但还没有到装人工关节的地步 但我就上网去研究 那是什么有什么公司可以看 然后发现联合骨科其实不错这样 那它基本上就是做人工关节的公司这样 那它是亚洲唯一一间 就是通过美国FDA跟欧盟西医认证的 公司这样 那它就是一条龙 比方说从研发设计制造到销售 自由品牌这样一条龙设计的公司这样 那主要的市场是在欧美日避开中国 所以我现在选顾我都会尽可能就是不要 对会稍微 中国的占比比较那么高的 那中国占比就大概有4%左右这样 那它去年大概赚4.5元 那法兰西古塔剑大概可以赚也是差不多赚6块多 那算起来它其实成长性也差不多在4成以上的成长性 那我看过去5年它的一个获利成长性大概是在 年均获利成长性大概在5成 过去5年就是平均 那你看吧比方说它现在以它今天大概99块左右算 如果它可以赚6块的话 所以要换算它的本益比大概就是16倍多一点点这样 那如果它有25%甚至30%的一个成长性来看的话 那它的PEG可能就在0.6或者0.5这样的一个数值 我觉得像是目前市场上我觉得少数我觉得还是符合 我觉得PEG可以买进的一个股票这样 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样 我以为一开 我以为我们会是要把那个刚刚讲的那几档 什么中飞啊台积电那些的 然后来跟PEG这边来取一个交集 对 结果你这边弄了两支完全跟它不一样的股票 没有这必须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买中飞或者买我刚讲的红拳 它都是我都占很低的价位就已经买了 就是我已经讲了一两年以上 对对啊因为这个点你去抓它其实 差不多在合理或在合理偏低 它已经不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我必须老实说啦 对对所以我觉得在看看市场上面什么其他 相对更低更适合 更适合就是用PEG去计算的公司的股票这样子 就是刚刚不管是红拳啊中飞它可能PEG 对已经没有在0.75以下了左右 1或可能0.9这样差不多这样子对 所以刚刚讲的一个是伪创一个是联合 它是更物美价廉的 更物美价廉对可是我觉得联合有个问题是在说 它的股本相对比较低 所以它的银线报级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你买这种公司就是要注意它的每个月的营收 是不是出来的数字是不是够好 或者是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这样 如果是营收突然很明显的就是衰退 那相对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处置这样子对 OK好那可以用这个本益成长比 然后来判断说手中股票什么时候该卖的话要怎么判断 就是我就回到刚刚那个图表嘛 就是说我们去抓就是我们用这种东西去算出来的话 比方说它来到益就是合理嘛 那0.75以下当然就是会等于是比较被低估嘛 那我觉得高于1.2倍我就是股价被搞估 就可能做一些卖数 比方说 微创可能它来到150 甚至160 你再去计算它的 它的pg应该就差不多来到1.2了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外资给了一些目标价 其实有时候还蛮蛮准确的 那个数值其实对 所以说我这边整理一下就有点像说 你买在就算0.75好了 对 然后卖在1.2 对 所以等于是0.75到1.2等于目标一档股票 你是赚四五成 是 诶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中间一个问题卡在说 呃一档公司它其实是动态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会是眼睛 比方说 像是我那个时候买乳虹 就是从50块是买到390几 嗯 对那为什么会到3年这么久 是因为公司的成长性一直 公司会一直一直成长 那你就会就会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比方说它每一季出来的的营收 或每一季出来的的的EPS 都教训是同一成长4成或5成 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根本就 所以你就会碰不到1.2倍 对对对对 它因为你你新的信仪器出来 它的EPS又成长了嘛 嗯 那你说又成长嘛 所以你的你的pc就是 如果它股价没有涨pc就 就会再往下 啊股价会涨 可是股价上涨的速度其实 还没有超过公司成长的速度的情况下 那你就要选择虚报 对才不会错过一个很长的一个 甜蜜的一个点 所以它有点像说一个布林通道 它就一直往上 然后它走的你的股价走的时候 一直碰不到上元 就一直不用出场 比方说你你如果比方说这样上去嘛 假设一条是成长性 一条是本益比嘛 那你的你的成长性 本益比已经pc已经超过这个成长性很多了 那当然就是要做一个出场 可是如果他们两个同时成长的时候 那他就就会非常非常 应该要怎么讲 就可以一路爆 对对对对 就是你就会享受一个大多头的上涨的空间这样子 嗯嗯 最后就是有一个网友提问 就说以它是以存股为投资的方式嘛 然后那他现在就在纠结 他到底是要买0050呢 还是买0056呢 哪一个怎么选 然后尤其是像现在很多就是高股息 TF现在是最夯的 对 那如果说是以现在这个有两万点来说好了 是 那存股的话应该要存高股息呢 还是要存市值型的 基本上蛮多投资人问我说 到底应该要存0050还是0056好 那基本上我都会跟他说你应该存0050 因为从长期的历史来看 基本上0050的绩效其实是远胜过0056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0050 vs 0056它的报酬走势图 那他们在2009年到2023年的时候 基本上报酬机房其实会很明显 这个蓝色这条线就是0050 这个咖啡色这个线就是0056 所以当然有时候比方说像去年0056的报酬其实很好 不过但长期来看其实以趋势来看 其实基本上0050的绩效基本上是完胜 0056 那如果以年货报酬率来看 我记得从2006年到2023年的话 他年货报酬率大概在8点多%8.4%左右 那0056大概是在6.3%左右的报酬率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差距其实有一段距离这样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0056的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买0050 会报酬率比0056更好 那但是我觉得0056基本上我觉得高股息的ETF 他其实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商品 就是说比方说以我个人来讲 台积电我是有很多嘛 那比方说你年龄所有的台积电了 那你有买0050 那0050就比方说台积电占比又非常非常高 可能五成以上 那我觉得你的持股就相对会变得非常非常集中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有台积电 那你可以搭配一些比方说像高股息的 比方说0056或者是00940 我觉得买一些 因为台积电的值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他不会入选就是高股息的ETF 那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配置 比方说买台积电 然后再搭配一些我觉得0056 那这样子我觉得在资产配置上 我觉得会相对更完善一点 今天谢谢乔宏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了觉得有收获呢 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 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在YouTube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 和你再见拜拜 拜拜